老公啊 怎么了嘛 把你小孩送去给你爸妈吧 你看我们家就你一个人上班 要养我们三个人啊 他要是去老家了 我们日子肯定会好过一点 你看你也是恶婚了 我也是恶婚了是吧 我带我的娃 你带你的娃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要把我小孩送去给我爸妈呀 可是他在这里浪费钱啊 我觉得 浪费钱 人多一点菜就要买多一点啊 把它送回去 我们就少花一点了嘛 那你也有你的小孩啊 你看 你怎么不把你小孩送去给你前夫啊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小孩送去给我爸妈呀 送去给我前夫 对啊 我前夫那里都有一个了 我们一个人带一个 怎么能带回去给他呢 那我爸妈也老了呀 我爸妈也带不了小孩呀 还要怎么带啊 他现在都会自己玩了 在农村学费又低 把他送回去读书得了 那你也把你小孩送去给你前夫啊 那他也已经长大了也会走路了呀 是不是 也不用怎么照顾了呀 你到底送不送啊 你就是二婚了 我也是二婚了 我带我的娃 你带你的娃很公平的 你怎么还要把我小孩送走 可是我们家就你一个人上班呢 根本就养不活我们三个 我还要警告你啊 虽然你嫁了给我了 但是你是我小孩的后妈啊 你要对他好一点 你不能像电视剧里面的那个 那种后妈恶毒很多 你爸我对他不好 那你就送回去给你爸妈呀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的小孩呀 总是想着要把我的小孩送走 那你爸我对他不好你就送回去嘛 那我 我不是我小孩我要放在我身边 这样子我才放心 那你也去上班 也也没有在你身边呢 那无所谓呀 在家无所谓 我也会下班回来 可是我看到他我就烦啊 就想到你跟你前妻啊 我就会想到这些把他送去嘛 看到他就烦 要不然你送去给你前妻也行 你这个你这个后妈当的不行啊 看到我小孩就烦 我看到你小孩我都没烦啊 你小孩也是你跟你前妇生的呀 我都没有嫌弃是不是 一起生活怎么了嘛 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人多才热闹嘛 人多才热闹 可是我心里不热闹啊 心里怎么就不热闹了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就行了 非要他跟我们终于一起干什么嘛 一家三口 这是你跟你前妇的小孩 又不是我的小孩 哪里来的三口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三口 现在啊 你带着你的娃过来跟我一起过生活 我带我的娃跟你过生活 那就是打火过热闹行吗 谁都互相包容多一点啊 不要总是想着把我小孩送走啊 你这个人 送去给你前妻吧 那也不行啊 你不给你爸妈那你就给前妻啊 我是 这是我 这是我的亲生的 我不能送去给我前妻啊 我亲生的小孩 我前妻她也不想要啊 她这样好嫁人一点 你们都离婚了 你哪为她着想干什么呀 我哪里为她着想啊 也没有为她着想啊 那我离婚我都可以带孩子 她为什么不可以啊 那 不是她不可以 是我想自己带我小孩 我小孩是亲生的 我想带在我身边 我自己带 我不想拿给谁 还你自己带 还不是整天我去接 接上学放学 你带什么带啊 那你都没有上班 我去上班 你做这些事也相当于做家务啊 可是我不想做啊 我就想养婚女儿就行了 那我上班还养你 还要养你和你前妇的小孩呢 我都没有觉得不公平啊 那你作为一个丈夫 养我们不应该吗 是很是应该 但是你帮我接送也不应该吗 你女孩花我的钱过生活呢 对吧 都是很公平的 你就不要再说这些 你看你小孩是这里 你小孩读书了 我小孩都没读书了 但是她读书了 是不是也要我出学费了 你应该的呀 你现在是她后爸 那到时候我给她住 我也不说啥呀 现在你啥也不用说我行吗 你钱够吗 对我有工资啊 就你那点工资 供两个小孩上学上不了吗 只能供一个 那钱省一点 那到时候她上学了 你也要去上班了呀 是不是 我们大伙过着纸啊 你把你小孩送去老家 或者送去给你前妻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轻松一点 你为什么就听不懂呢 轻松哪里是轻松啊 就不用节省了呀 那也不是轻松啊 你带你小孩到时候你小孩上班了 你也上班是吧 我小孩现在上学 我也去上班了呀 到时候你小孩上学 你也去上班啊 别跟我说那么多 把她送回去 不送 随便 你不送我自己送 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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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